巴拉巴拉巴巴拉 这是一个法国小顽童的系列故事 却让各国读者受到幽默的感染 想到小时候的自己 他用孩子的话语 讲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充满童趣又引人深思 他是世界儿童文学瑰宝 法国国宝级作家 勒内·戈西尼的代表作 欢迎收听U10FM为您带来的 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 故事一 要开学了 要开学了 妈妈说明天带我去买点东西 又买什么东西 爸爸问他 好多东西 妈妈说 书包 笔盒 鞋什么的 还买鞋 爸爸嚷嚷起来 真不可思议 这孩子吃鞋还是怎么的 不 你儿子吃饭 妈妈说 而他一吃饭就长个儿 一长个儿脚就跟着长 第二天 我和妈妈上街买东西 可是为了买鞋 我们闹了点不痛快 因为我想买球鞋 可妈妈非要给我买一双结实的皮鞋 还说 还说我要是不同意就回家 到时候爸爸肯定会不高兴 买鞋的先生很好心 他让我试了好多双鞋 还跟我妈说 这些鞋都特帅 可妈妈还是拿不定主意 后来他看中了一双棕色皮鞋 问我穿着合不合适 为了不再麻烦卖鞋的先生 我就说合适 其实这双鞋穿着有点夹脚 然后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特棒的书包 伙伴们拿着书包玩可开心了 我们一下课就把书包 甩在哥们的腿下使绊子 我可真想再见着他们 啊 我那些哥们 然后妈妈又给我买了一个 像枪套一样的笔盒 可里面放的不是枪 是飞机形状的钻笔刀 还有一个老鼠样子的橡皮 一个笔子式的铅笔 还有好多其他形状的一大堆东西 我那帮哥们用这些东西在课堂上也可以玩出好多花样来 晚上爸爸看见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跟我说要好好爱护 我回答说好 可不是我可爱护自己的东西了 结果吃完饭前 我用小飞机炸老鼠的时候把飞机给弄碎了 爸爸生了气 说自从我们度假回来后 我就没安生过 说他盼着赶快开学 我得跟你们说要过几天才开学呢 可我和我爸我妈度完假早就回来了 度假挺不错的 我们玩的可开心了 我们去的是海边 我干了好多特棒的事 游泳游得特远 在海滩上还赢了一场比赛 多了两本画车和一面小旗子 而且我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可帅了 我回家以后就老想让伙伴们看看我晒得有多黑 可是这有点麻烦 因为开学之前看不到他们 亚三就不在家 亚三就是我最铁的哥们 住得离我家最近 老吃东西的胖家伙 亚三每年都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奥夫妮 他叔叔家 他叔叔开了家猪肉食品铺子 可亚三走得晚 因为要等他叔叔从蓝色海岸度假回来 才能去他家 我们街上杂货铺的孔八先生看见我说 我特好看 说我像一块小蜜糖面包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葡萄干和一颗橄榄 但这跟我和伙伴们在一起玩可没法比 而且这也不公平 因为如果没人看见我 那就没必要晒黑了 这么想着 我心情特不好 爸爸说 可别再像往年一样弄出好多麻烦事 要我在开学前表现得好一点 可一开学我就不黑了 我说 简直不可理喻 爸爸嚷嚷起来 自从他度假回来 就一直想着他黑不黑 好吧 尼古拉 我给你出个好主意 去花园里晒晒太阳 这么着 你就不会再乱吵吵了 而且一开学 你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人缘泰山了 我呢 就跑到花园里 但是花园肯定跟海滩不一样 而且天上还有云彩 然后妈妈叫我 尼古拉 你躺在草地上干什么 没看见下雨了吗 妈妈说 这孩子简直要把他气疯了 我就进家门了 爸爸正在看报纸 他看看我 说我晒得挺黑的 但得去擦一擦 因为我身上全湿了 你说的不对 我叫起来 我根本没晒黑 我要回海滩 尼古拉 爸爸也大叫 你说话要有规矩 不许再瞎说 要不然你就回你房间 别吃晚饭了 听懂了吗 我哭了起来 说真不公平 说我要离家自己去海滩 说我宁愿死 也不想这么白不吃脸的 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 说她一整天听这些喊叫受够了 说如果度假的结果是这样的话 明年还不如就待在家里 说我和我爸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去度假 反正他是不在乎的 还不是你坚持说 今年一定要再去一次搬落海的 爸爸说 反正不是我的错 是你儿子想出这么多歪点子 而且一回家就变得这么不像话 爸爸说 我要是待在花园里 就会跟人员探山一样了 我解释说 可我一点也没晒黑 妈妈听了这话 笑了起来 说她觉得我还是挺黑的 说我是她可爱的人员 太山 还说她肯定在学校里 我是晒得最黑的 然后她让我回房间去玩 吃晚饭时在叫我 饭桌上我不想跟爸爸说话 结果她老跟我做鬼脸 我就笑了 真帅 妈妈做的是苹果派 第二天 孔巴先生说 古拉一家今天度假回来 古拉先生和太太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有个女儿叫曼娃 跟我一样大 有黄色头发和特帅的蓝眼睛 这可叫我为难了 因为我想让曼娃看到我晒黑的样子 但我什么也没跟我爸说 因为他说过 如果我再提晒黑的事 他就叫我有好瞧的 既然外面出了太阳 我就跑出去躺在花园里 时不时回浴室里照照镜子 看看是不是晒黑了 然后再回花园里晒会儿太阳 如果我的脸还是这么白白的 我就得跟我爸说 我刚出花园 就看见古拉先生的汽车 停在他家门口 车顶上有好多好多行李 然后就看见曼娃 从车里下来 他看见我 抬起手 跟我打招呼 结果 结果我的脸 一下子变得通红通红的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啦 每天一个故事 伴你快乐成长 这里是U10FM为您带来的 然然姐姐讲故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